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主要和大家分享煮食 天時暑月有很多消暑方法 有些人喜歡吃雪糕或冰凍的水果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家製的龜苓糕 現在網購都很方便 很容易買到一些龜苓糕粉 你看它的成分主要是一些糧草粉和復苓 如果是一定要龜苓之類的 這個可能不太適合你了 準備兩個小鐘 準備一個鍋子 加一碗水 按兩湯匙的龜苓糕粉 轉至外面 一起攪拌好 攪拌均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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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煲滾了一湯匙 攪拌均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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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开火,将它煮滚 一边煮一边搅 你发觉一边煮的时候会慢慢稠 太稠就要加热水 否则很容易煮到一块一块 一边煮一边搅拌 否则很容易煮到一块一块 保持芝麻糊的程度 现在已经煮滚了,一边煮一边搅拌 它是煮到比芝麻糊稀少少的程度 如果你煮得太稠,煮到一块一块 其实也不用担心 可以加多一点水 再慢慢搅拌 一边煮,煮到它全开 不要一块一块就可以了 现在也差不多了 现在太容易煎到邋 está 煮大約2分钟就可以了 大概多2分钟 然后面 switched戆绪,把鲼 meditating 放在冰箱中,赞袋就可以煮,冰凉就可以了 现在等冰箱冷冻一下 等一会再给大家看 好 现在冰冻了 已经熟透了 加些蜜糖或者牛奶也可以 加些蜜糖 将它切开 一碗清热烧薯的桂苓糕就做好了 喜欢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按下旁边的钟仔波 多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